元宵节大家可以感觉到又湿又冷 而这张气象鼠表示说 星期一、星期二受冷空气增强 二十八纪念日气温才会回升 星期三、星期四冷气团解弱 气温会好一点点 不过星期五又有一波带雨的冷空气要爆到了 花冬地区最低温预计会到14度 这个星期冷暖交替 长辈还有心血管疾病患者要多留意保暖 元宵节的周末花冬又湿又冷 不过冷气团持续发威 中央气象鼠表示 本周迎接两波冷气团 周一、周二、二十六、二十七日 冷空气持续增强 花冬整天偏冷 一直要到周三、周四、二十八、二十九日 冷气团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民众可把握228休假好天气 这一周三月一号、二号 还是比较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然后到三号的时候 开始就慢慢又减弱了 所以这一周其实有两波比较冷的天气 就是二六、二七跟三月一号、二号 然后中间有比较短暂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起来水气还是蛮多的 所以这一周天气 看起来并不是说很好的 不过就是有短暂的比较回温一点点 这一整周的天气 从二六、二七 我们刚才说到了 大陆冷气团 其实会慢慢减弱一点点 所以温度会回升 到二八、二九 在二八、二二八放假的时候 可以看到温度是回升的 然后到二十九的温度是最好的 然后三月一号开始 又受到另外一波的影响 温度又下降下来 所以等到三号的时候 温度才会再度回升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 其实还是比较不稳定的 大概就是二二八放假跟二二九 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其他时间大概在花莲都是迎风面 所以水气蛮多的 所以会比较 局部地方会有一些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虽然周三、周四冷气团减弱 气温上升 水气减少仅东半部局部雨 但周五、周六、一日、二日 受另一波强烈冷气团影响 各地气温再降 水气也增加 花冬最低温预计来到14度 恐怕会是又湿又冷的天气形态 一直到周日才会回温 提醒民众这周冷暖交替 注意穿着保暖 症者心血管疾病患者 要多留意身体健康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